欢迎收听由大灰狼为您播讲的摩天剧第133回 柳鸣瓦的大汉过了片刻终于开口了 你也是金陵克卿 不错在下邱龙子 是金陵克卿四大统领之一 我昨天才收到两名手下报告 说贤京先出现了一名大圆满境界的同阶道友 在下一时收养打算过来和道友切磋一下 蓝发仔细的大汉忽然一笑 原先冰冷的表情荡然无存了 哦 这么说阁下不是为了孙大人一家而来了 我已经查过了被你劫走的两名犯官身份 根本都是朝廷无俗听众的小角色 怎值得我亲自出马呀 道友放心 既然这二人和你有关系 不管他们先前因何罪名被下狱中 只要不再玄金出现 我就保证绝对没有人再去找他们两家的麻烦 看来邱道友是为在下而来 好吧 既然如此 你我不妨到那边去如何呀 省得将附近的官道给毁掉了 柳鸣扫了一下下方孙大人一家的车马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 道友 请 秋龙子毫不犹豫身形移动 就催动身下灰云向不远处的一片小树林飞去 柳鸣向下方传音嘱咐了几句之后 也身形移动紧跟了过去 片刻过后 两个人就在树林上空再次摇摇相对了 秋龙子见此微微一笑 柳下小心了 秋某本身实力普通 但是却精通一些蛊虫之术 只要道友能够抵挡住我的蛊虫 那么这场切磋在下就自认不如了 话音刚落 他两手不慌不忙的各自戴上了一只皮套 往腰间一个皮带中一抓而去 再单手一扬 顿时空中嗡嗡之声大作 数以百计的碧绿飞虫一下子涌现而出 围着大汉上下飞舞 柳鸣双目一眯 也就看清楚了这些飞虫的模样 竟是一只只放大了被许的碧绿的蜻蜓 只不过那嘴上多出了两对獠牙 尾巴处同时生出了一根黑色的毒刺 看起来是十分的猙獰 去 丘龙子一声低喝 用手指冲着柳鸣这边虚空一点 近半的蛊虫一下子就化为了淡绿色的云朵 奔着柳鸣一扑而去 柳鸣眉梢一条 单手掐掘 顿时身前点点红光一线 就凝聚出了三颗赤红色的火球出来 袖子再一抖过后就发出了呼啸之声 冲虫云飞去 轰轰轰三声巨响过后啊 三颗火球准确无误的就击在了虫云上 化为了滚滚火云将虫云淹没了 但是柳鸣神色丝毫没见轻松 反而手中的法觉一变 七八枚锋刃又凭空浮现而出了 因为对面的丘龙子见自己蛊虫被火云包裹 没有露出担心之色 反而呢 他的嘴角泛起了微笑 果然 下一刻呀 这火云中破空之声一响 那些蛊虫从中一冲而出 除了身躯略微有些焦黑之外 竟然全都毫发无损 柳鸣心中啊 早有预料 但真的看到此景 瞳孔也不禁微微一缩 手中法觉略意催动过后 身前飞刃就化为了一连串的青光 击射而去 通风一连串的闷想过后 锋刃就化为了一连串青光 斩在了重云之上 但是 除了前面几只得逼不及的被当场一批两半而外 其他的蛊虫呢 却一轰而散 避开了 接着又嗡嗡嗡的冲柳鸣飞扑而来 柳鸣见此脸色一沉 忽然袖子一抖 一口青色的短剑 就从手中浮现而出 只是略意舞动过后 一道道森人的剑影凭空 在身前浮现而出 灵气 回来 这只不过是切磋而已 道友竟然将灵气都拿了出来 这些蛊虫虽然还算不错 但是 如何能够抵挡真张灵气的攻击 我要另换一种蛊虫才行 丘龙子略意感应对面剑影子蕴含的恐怖的威能过后 无法镇定的连忙大鹤手中再次掐掘一摧 那些蜻蜓般的蛊虫顿时身形一顿 纷纷飞回 与此同时呢 丘龙子又从皮带中另外拿出一物 冲着柳鸣这边抛了过来 那赫然是一只通体油亮的黑色的甲虫 足有拳头般大小 背后模糊的翅翼一震动之后 就化为了一团乌光直扑柳鸣而来 柳鸣呢 毫不客气的手中轻跃剑骤人一击 所画的青色剑影一仗之下 就将此剑虫卷入其中 当即里面天明之声大作 一道道森人的寒光 斩到了黑色的甲虫之上 除了将其撞的东倒西外硬壳上 凭空多出了密密麻麻的白痕之外 这甲虫竟然是安然无恙 哈哈哈哈 这头便衣的铁骨虫怎么样 其身躯啊 早已到了刀剑不入水火不清的地步了 一般的灵气 那可是没有办法伤害的分毫啊 是吗 既然无法展开 那在下就把它困住吧 柳铭目中冷色一闪 忽然手臂一个模糊 一只手掌呢 竟在丝丝黑气包裹当中 闪电般的探入到剑影当中 一把就抓住了黑色甲虫 黑色甲虫已经大口一张 就要冲柳铭手臂狠狠咬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抓住他的手掌中 默然一团蔚蓝色的光芒荡漾而开 随之刺拉尸声一起啊 一层层寒冰凭空 在甲虫体表浮现而出 将其瞬间冰封在了一块巨大的冰块当中了 接着 柳铭手腕一抖 将冰块一抛而出 那只手中青色的短剑一动 交冲冰块一展而去 道友手下留情 这场切磋 在下认输了 我这铁骨虫什么都不怕 就是怕被寒鼠星力量所攻击 现身骨虫防御之力还不足 原先的十分之一 可挨不得倒有一剑哪 秋龙子认输了 柳铭黑黑一笑 原本斩出的一剑忽然一侧 剑刃变成了剑笨 向对面一拍而去 一声闷响 冰块当即向对面飞去了 秋龙子见此 这才心中一松 远远的单手一招 就将冰块凭空射到了自己的手中 接着再一掐绝 一缕缕火苗窜了出来 将冰块包裹了起来 片刻之间就开始冰箫溶解了 道友真是好手段 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找到了铁骨虫的弱点所在 不过道友这一手神通 应该出自冰锥树吧 似乎还修炼到了小长境界 否则的话 我这头骨虫也不会这么快的 就被你困住啊 秋道友好眼力啊 刚才的手段 的确是冰锥树变化而来的 道友可还有其他蛊虫 要不要继续下去啊 不比了不比了 秋某虽然说还有其他蛊虫 但是可没有办法用在切磋上 哎呀 通过先前的比试 在下已经肯定 道友的确不是一般的后期灵徒修士了 哪儿还有再动手的必要啊 道友如此手段神通 若是肯加入朝廷的话 一个统领之位 需要八九 我看是跑不掉的 怎么样 哎 道友可有兴趣啊 加入金陵客卿 这个恐怕不行了 在下已经在百邻居担任客卿一职了 柳明马上神色如初 摇撩头 道友是百邻居的客卿 其后台可是三王爷啊 哎呀 这可真是啊 太可惜了 三王爷的这个墙角嘛 我还真不敢去挖 行啊 既然这样 我也不勉强了 哎对了 还不知道道友尊姓大名 不久之后啊 玄京会有一个隐匿的交换会 去的嘛 都是一些了不得的家伙 相信也会有许多不错的东西出现 呃 道友可有兴趣参与啊 在下姓钱 明明 隐匿交换会的话 在下还真的是有一些兴趣 但不知何时进行 要两个月吧 毕竟一些道友并不是玄京之人 还要从其他地方赶过来嘛 好 那在下一定准时参加 很好 我到时候替前道友担保一下 并提前送去请接 柳明自然又称谢了一番 接下来二人又聊了几句 柳明就告辞 重新向车队飞去 片刻的功夫过后 停在官道上的三辆马车 再次向前飞驰了 秋龙子留在树林上空望着远去的车队 脸上满是思量的表情 秋老大 真不动手嘛 我们已经在下面布下了两套阵旗 只要说将其引入下面 我二人再出手相助的话 它实力就算再强 也插翅南飞吧 树林中忽然传出了一个男子的声音 接着某棵大树上淡淡的青光闪动 竟从中飞出了两道人影 几个模糊过后 就鬼魅一般的停在了秋龙子身边 两位贤弟 我让你们在下面布下法阵 只是为了外衣准备的后手而已 这等实力之人 谁敢说有十足的把握将其拿下 外衣他跑掉了 恐怕你我都要后患无穷了 关键是我为何要去做这个恶人 去得罪此人呢 新出现的二人是一对面容相似的枯瘦男子 全都一身黑衣剔头散发 食指尖尖 给人一种白日见鬼的阴森的感觉 可是先前老大和其他统领商链的时候 那三个家伙不知道从皇室那些老怪物手中 得到了什么功法 竟然同时闭关修炼 人在里面却还想再插手外面的事情 世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 我先前和他们传讯商令的话语 他们无需当真 眼下玄京这潭深水是越来越浑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怎么会轻易的招惹一名强者呀 反而和其拉上关系的话 以后却说不定能有大用啊 原来老大是如此打算的 但是这个人来历不明 并且已经是三王爷那边的客亲 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他只是百邻居的客亲 百邻居和三王爷还是以合作为主的 他们还算不上是三王府的人 不过回去之后 你立刻安排人手去查一下 百邻居是否真的最新加入了一名 叫萧前的新客亲 是 我回头立刻就吩咐下去 你刚才提到了三王爷 这个我倒是想起来了 不久前安排进入府中当下人的探子 现在怎么样了 有没有消息传回来呀 老大 那个探子已经半个月没有联系了 看来和先前其他派起的人一样 多半已经被灭口了呀 哼 这位三王爷呀 倒真是啊 谨慎得很 我们前前后后派进去的探子 有七八个了吧 但最长的一个人 也不过只能在里面待上半年而已 就无声无息的人间蒸发了 老大 三王爷近几年颇为低调 也很少上朝露面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关注这位贤王啊 要知道 他毕竟当年为皇上做上大位 可是立下了大功之人 那万一有人因此向皇上告状的话 我们虽然不惧 恐怕也落不下一个好吧 嗯 此事嘛 我原想过一段时间再告诉你们的 但是既然你们现在问起来了 我就提前说一下吧 我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位当年的贤王 那是因为我接到了献报 这位三王爷呀 可能现在是玄京一大势力的黑灵会有关 甚至其本身可能就是黑灵会的后台 什么 黑灵会背后是三王爷 不错 要不是如此 我吃饱了撑的呀 会不停的派人去三王府送死 能不能探查出什么消息来 这倒是其次 我只是给这位三王爷提个醒 知道呢 有人在盯着他 让其不要轻举妄动 别让黑灵会在玄京闹出什么乱子来 你二人回去再选一名死士 数日后再送进三王府中 两名黑男子在吃惊过后 自然攻身答应了一声 随之秋龙子也不在此过多停留 让二人收了下方布置好的法阵 就带着他们的横空向玄京飞去 一个时辰过后 又有一朵黑云往这边飞来 上面站的正是柳鸣 现在的他孤身一人 明显是将那几辆马车送走之后 这才重新返回到这里 他在树林上空盘旋了几圈 强大的精神力往下方树林 接连扫过树变 感应到其中残留的一些禁止波动 当即冷笑一声 也催云离开了 同样一个时间 玄京内最富力堂皇的 一座宫殿的地下密室中 一名身穿金黄色龙袍的中年男子 正拼命的在地上打滚 原本威严至极的脸孔 竟在扭曲中浮现出了 一枚枚米粒大小的青色的鳞片 同时头发变得深蓝无比 双目瞳孔也变成带银之色 哼的一声 一条硕大的青色鱼尾 从其袍子中一甩而出 往地上狠狠一摔过后 就将附近看似异常坚硬的实力 砸得粉碎一片 男子神色更是表欠的痛苦万分 两手狠狠的抓在附近地面上 竟然留下了一道道触目惊心的血痕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 龙袍男子身躯一阵抽搐 这才默然一松 趴在地上不动 只剩下大口大口的喘息之声了 这变身之痛 对于你这样的混血海族人来说 只能是一次彼此痛苦 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密室大门忽然打开 从外面走进一鸣 看似不过四十来岁的雍容美妇 一身攻装尽显高贵之气 朕是当亲皇傻 即使不服用你们的海族灵药 我一定也能自己挨过去 否则的话 朕岂不是真的成了一个傀儡吗 中年男子深吸了一口气 鱼尾一个模糊 重新化为双族 并勉强地站了起来 中年美妇摇摇头 随之不慌不忙地 在密室中的一把椅子上 坐了下来 其中一个人族小国 对我们占据无尽海底世界的海族来说 那根本不值一提 你这孩子是没去过我们海族 不知道世界之大 才会有这种可笑的念头的 要不是我们这一次图谋甚大 我在族中也算是有些地位 又怎么会调装改办地 做一名低劣人族的妃子 并生下了你俩 这次停了你的灵药 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 千万别做一些 肆以为是意的事 遇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提起观众收听 摩天记第134回